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吧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丝气重,百病深 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由于人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不规律 导致了很多人的体内都有大量的失毒表现 症状为体内丝气过重 会让人觉得困倦乏力,时苔发白,且有齿纹 身体四肢沉重,饭后困倦,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来 也没有食欲,手脚冰凉,皮肤起疹,脸上粘腻不舒服 脸头油腻,甚至还会出现肠胃炎,口腔炎等症状 所以很多人脸上都会长痘,长斑 其实这并不是自己的肤质不好,减肥也老是减不掉 甚至会出现肥胖,便秘,关节炎,失诊,妇科炎症等等 这些都是自己的体内失毒倒的鬼 失毒的产生是很多原因的 例如喜欢吃寒凉食物,以及比较甜腻的食物 夏季喜欢待在空调房里,导致了身体不排汗等等 这些不良习惯导致了胃部受损,脾胃虚弱 就不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好好的运转,消化 从而导致身体多余的水湿,倒流在体内 这样就会引起身体内各种不适的症状 严重的还会导致很多的疾病发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可以快速排除我们体内失毒 健脾,强胃的食疗茶饮 只要坚持喝上三天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排除体内所有的失毒 从而达到美白,去斑,去痘,去除百病的源头 首先我们来准备五颗的赤小豆 赤小豆常作为逆尿剂,用于水肿患者 包括新原性水肿,肾病水肿,肝硬化腹水,脚气病腹肿 孕妇,或者是产后腹肿 赤小豆还富含维生素B1,维生素B2,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 有补血,腻尿,消肿,促进心脏火化等功效 四单的食用赤小豆对于减肥是非常有帮助的 赤小豆含有的食碱,成分还可以增强胃肠道蠕动 减少便秘的发生 再准备10克9肉的玉米 玉米主要成分是淀粉,并且含有各种氨基酸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族 包括维生素B1,B2,还有钙,铁,磷 丰富的水溶性善食纤维 具有健脾,异味,补肺,清热,去风,紫泻,美容养盐 盐连益寿的功效 玉米还有非常好的减肥作用 因为玉米它是五股当中纤维含量最高的 它低脂,低热量,所以是减肥最佳的主食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 因此我们常常用它来减肥,去湿,效果是非常好的 另外玉米还有非常好的降血脂作用 玉米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纤维 它能够吸附胆碱 使肠道对脂肪的吸收率下降 从而降低脂肪,降低血糖 它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特别是可以促进血液和水分的代谢 具有腻尿,消肿的作用 另外,玉米还有非常好的美白肌肤作用 玉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消除粉刺、色斑 使肌肤白皙 长期的食用可以滋润肌肤 玉米还有非常好的防治和治疗肿瘤的作用 能够防止肿瘤、癌细胞生长 从而达到抗癌、反癌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玉米是属于寒性的 如果是脾胃虚寒凉的人 一定要把玉米翻炒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清洗干净的赤小豆和玉米 放入锅中给它翻炒一下 这样去湿,健脾的效果会更加好 大约翻炒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接着再准备10克的土芙苓 土芙苓是一味肝胆、性贫、硅肝、胃精的中药 土芙苓主要可以去湿、解毒 通力关节用来治疗湿热、凝着、带下、臃肿 还有皮肤的窃险以及眉毒等等 像肢体疼痛、筋骨疼痛 由于湿热导致的都可以用芙苓来治疗 在研究发现,土芙苓中的生物碱有抗病毒、抗癌 引起中区神经兴奋的作用 另外,土芙苓的成分还能够预防心脏病 改善血液循环 土芙苓还能够看血管周样硬化 具有看肿瘤、看水肿、症痛等作用 在临床上,对于老血管、缺血性的老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以及动脉周样硬化都有很好的辅助性治疗作用 土芙苓是一味常见的中药 具有除湿的功效 所以土芙苓汤可以去湿气 土芙苓还具有一定的解毒功效 能够和金银花、干草等一起肩服 用来治疗梅毒 除此之外,土芙苓还可以外用 用来治疗溃疡 土芙苓既可以入药 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食补 需要注意的是 土芙苓和茶不能够一起服用 肝肾虚肉的患者也不适合服用土芙苓 把土芙苓清洗干净 捞出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食客的陈皮 陈皮胃肝、辛苦、性温、硅皮筋、肺筋 主要功效是礼器、健脾、造湿、化痰 陈皮不仅去湿效果好 还可以用于治疗 消化不良、恶心、呕吐 湿气主要是人体内脏功能出现异常 导致脾胃不和 湿气重的患者会感觉身体乏力、头晕、食欲不振 而且大便连马桶 陈皮具有非常好的健脾去湿的作用 另外咳嗽痰多也可以使用陈皮 因为陈皮具有止咳化痰的效果 另外陈皮中含有维生素的成分 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增加食欲、防止呕吐 有助于身体健康 陈皮虽好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服用 弃虚者、阴虚造壳的人群不适合服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活中 然后再加入大约800毫升左右的清水 用花茶键给它煮上半个小时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陈皮一米搭配吃小豆 具有非常好的健脾 除湿的效果 湿气重是百病的源头 沙拉这个源头 身体和皮肤状况才能够保持到最佳的状态 这道茶煮好之后 我们可以全天带茶饮用 只要连续喝上三天左右 就可以有效的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毒 皮胃虚弱 湿气重 很多疾病都会自动早上门来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重不要贪凉 熬夜 思虑过重 吃饭不规律 不爱运动 要养成一个生活的好习惯 照顾好皮胃 皮胃好了 湿气自然就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